2月21日,虽然武汉下着雨 但是在文明路一间50多平米的居民住宅内 挤满了20多位市民 屋内,一位庙宇连珠的茂蝶老人 正在给一位蓝青莲介绍对象 这位83岁的老人就是玉满武汉的超红粮蓝玉云 65年时间,蓝玉云已经促成1950对姻缘 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做我们理所理疾的事情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乐在其中 就是人活到不是为了自己的幸福 要为别人的幸福而努力 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我们就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还很冷心 蓝玉云告诉记者 1954年,他把自己学校的音乐老师 介绍给了自己的哥哥 两人一见钟情并迅速结婚 从此便对当红粮有了信心 1989年离休后 蓝玉云专心在家做红粮 后来把丈夫陈一伦拉了进来 将自己的房子打造成了陈南工作室 蓝玉云和老伴约定 在周二、周四、周六接待相亲者 65年来,两人从不收费 有事办相亲活动还要倒贴钱 只要工作室开门 总会有20多人在这里排队 每天的话登记会登到50人左右 我连上厕所连吃饭的喝杯水的机会都没有 记者在工作室内看到 在墙边的一排柜子里堆满了资料册 封面分别写着小女、小男、大女、大男、男在婚、女在婚、外地、外国等字眼 这些密密麻麻的不同颜色的记录本 蓝玉云竟然记得清清楚楚 当和一位来客交流后 蓝玉云会立即找出合适的对象 并会当场打电话与对方沟通后陪对 婚姻是个很认真很严肃的事情 是幸福一辈子的事情 首先就要他们填表 指导填表填清楚 然后就是要核对情况 要检查证件 我们把所有的人分了年龄段 我们把所有的人分了区 蓝玉云称 第一次来填资料的必须本人前来 并携带户口本最高学历证书原件照片一张 这是陈南工作室多年来坚持不变的原则 今年25岁的李康成告诉记者 到这里来相亲感觉心里特别踏实 看到蓝老师在网上还是挺出名的 我看到好多网友说蓝老师 就是说给别人接受这个婚姻 就是说说的很具体 在工作室的墙上贴着一份相亲忠告 提倡节约 轮换买单 AA制 在为办理结婚挣钱 女方不要随意接受男方贵重礼物 蓝玉云表示 自己会将陈南工作室一直搬下去 在蓝玉云看来 成功牵线多少队并不是最重要的 只要让年轻人有正确的婚姻观 能够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幸福地走下去 他们的努力就没白费 为每个人能够找到喜欢的人 想回到家 那就是给别人找到幸福了 我们就是幸福了 每介绍一队 我们都认为是一首歌 一幅画 我们很美很美 我们很自豪 我当心是小型的 知道 我们很美